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在北京逝世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十时许 吴锦涛 习近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克强 刘云山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杨白冰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杨白冰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杨白冰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吴锦涛 习近平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江泽民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杨白冰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费擠远 宝负伝